大家好,欢迎来到翘春光的厨房 今天我们来做香卤豆皮 这样做的豆皮口感咸香,有嚼劲 非常的解馋 是一道既解馋又有颜值的素食 买来的豆皮比较大个儿 我们先小心地给它分开 这个豆皮是加拿大本地的产品 我通常用它来吃火锅 有时候就卤一些豆皮来吃 把豆皮摊开 然后用刷子沾水给它刷一遍 把豆皮打湿 这样做主要是便于一会儿折叠定型 也更方便卤煮的时候 豆皮软化和入味 把豆皮两边对折一下 然后拿刷子再来沾水刷一遍 这样就保证每一层的豆皮都是湿润的 再来把豆皮折叠一下 每折叠一次呢我们就给它刷一层水 这样豆皮呢就都软化了 这个豆皮比较大脏 折叠以后呢层次是非常多的 吃起来口感很棒 再来折叠一下 这个形状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 我是比较喜欢包成这种长方形的 看一个长方形的豆皮包就做好了 有个小案板给它压一下 让它进一步的定型 我呢一共做了六个豆皮包 拼底锅里放比较多一些的油 我们来把豆皮包先煎一下 豆皮比较吸油 油的用量还是比较大的 全程呢中小火 因为豆皮很容易呢就会煎糊的 所以煎的过程呢 我们要给它轻翻面 把豆皮两面煎到这样金黄就可以了 豆皮的颜色剪好呢 一会儿炉煮出来以后 成品的颜色才会更漂亮 锅里还有少量的油 我们放入大料 香叶 还有几片生姜来呛一下锅 呛出香味以后呢 加入水 水的量可以稍微大一些 因为炉煮的时间比较长 而且呢豆皮也比较吸水 再放入生抽 蚝油 蕃茄酱 糖 胡椒粉来调味 不需要放盐 因为生抽和蚝油呢 就已经是有盐分了 一会儿一收汁呢 盐味就刚刚好 用铲子把豆皮放进去呢 都压一下 让它都泡在糖汁里 相比较豆皮呢 我这个锅还是显得有点小了 就这样把它们紧凑的放在一起 盖盖呢 闷煮大概半个小时 焖煮的过程我们要多翻动几次 让每一片豆皮呢 都浸泡一下糖汁 这样煮出来的豆皮 才会更加入味 好 你看现在来收汁就可以了 这样做出来的豆皮颜色是非常漂亮的 放凉以后就可以切片摆盘了 看光看外观就很吸引人了吧 尝一口 口感和味道也是非常棒的 喜欢的朋友就试一下吧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请您订阅来支持我一下吧 我是翘春光 谢谢收看 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